台北的蘇先生 蘇先生你好,蘇先生 你好,蘇先生你好 你好,我都不太高興 你們在台北大家都好 你有,我都不太高興 他說阿扁他們做這件事 他們這樣全家都有事了 像他們國民黨的 有所有在外國 整個大家都沒有事 我保佑民進黨 整個英國反而兵的事 減載官國可以換人 民進黨的人,想要弄在這裏 像阿扁跟政府一樣 你應該不可以 不對,連署可以給他 順利他們 是,好,蘇先生,謝謝 來,高雄張小姐 張小姐你好 喂,蘇先生你好 你好 蔡來賓長好 沒有,我覺得說 我今天陳志忠當初在助選的時候 我也幫過他 我只希望說他能為 陳水扁總統 能算是幫他提及的臉事 說沒有罪 可別想到今天還要判他定罪 我覺得國民黨你們到底是不是人啊 我先生也是公務人員 我先生也是公務人員 可是你真的吃人喝人血 真的是都不眨眼的耶 還說你是台灣人 你在騙多少的人民百姓啊 對不對 我們為的是什麼 也希望說陳志忠能為他的父親能訪 對不對 可是好像到最後都沒有啊 還要判他定義 真太可惡了耶 是 好,當然謝謝 來,基隆黃先生 黃先生你好 黃先生 鄭大哥你好 你好 徐國榮律師你好 我從2001年 得到憂鬱症 到現在已經十年了 是因為我大哥是律師 是許文斌律師事務所的律師 許文斌他第一任三屆的國社顧問 第一任李登輝 李登陳水扁李登馬英九的顧問 他在中共慶祝60週年建國的時候 他帶了三個國社顧問去北京要觀賞 結果被馬英九下令將他臨時拉回來 那我大嫂姓王 是 審判馬英九特別費裡面唯一的女法官 他有一個叔叔叫做王拓 在美麗島事件裡面被關了四年十個月 因為我大哥回來跟我鬧了一個月 然後我因此憂鬱症發作 結果我後來知道他們的計劃 知道許文斌的計劃 許文斌是一個標標準準的賣台 賣台分子 然後後來我就跟自由時報 我看到自由時報 後一文版 那個主任 藍主衛跟副總鄧衛偉先生 他們在後面偷罵李登輝跟陳水扁 我就向他們的 黃先生謝謝 你這樣指控很多人 老實講我們沒有證據 而且指名道姓 我覺得因為他們也沒有在打電話進來 有辦法為自己澄清 謝謝你 來 接下來是台南邱先生 邱先生 邱先生 鄭大哥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陳志忠打三個月 他不能以後勞進入 但是當時 他去過年以前 那個台南官議長五件報 例如台南歡迎他破五 五個月 幾個月 我們如果沒有醫科法金 不然也是批醫科法金 到底這個情形是怎樣 比方說 你們現在對法律有了解的人 可以了解這個案 當時五件報案 也沒有要給醫科法金 到不然也是醫科法金 是 是 他也有希望大家會了解法律的人 他了解那個案後來替陳志忠 可以給他一個多金 是 好 邱先生 感謝 來 內府廖先生 廖先生 廖先生 主持人鄭鳳宇 你好 你好 各位來賓大家好 是 習律師 我廖老師 廖老師 是 我現在要說的兩點 我現在先跟你說 我有四十幾年的國民黨的董植 早期我國民黨任何歐錯的事情 我都參加過 所以我對國民黨很了解 我們台灣人有很多人 受到喧鬧 所以說要不清晰 他都認為說 民進黨是很可怕的 國民黨要投國民黨 所以說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要 讓所有的台灣人都親替 何老師 你要加油 我在學校裡面 我全門都在選擇 這個 這個習律師最了解 是 這兩點是最重要的 我提供給你們做參考 謝謝 好 廖老師 謝謝 來 高雄陳小姐 陳小姐 你好 你好 陳小姐 請說 我是跟他說 陳志忠判刑三個月定誉 議員解職 我是覺得無理 那個邱義 他判刑後 還在經理裡面 還有法庭 做國民黨 副分區的提名 我覺得這樣就是 很沒效力 是 好 陳小姐 多謝 來 太平的邱先生 邱先生 你好 邱先生 你好 各位來賓 大家好 你好 你怎麼會記得 想到說 之前剛才那個小姐說邱義有 那時候如果他去判 判出來 他跟他流以調 對嗎 中部還有一個流以 也去判出來 也跟他流以調 剛才還有一個觀眾說 吳建保的說 發行五個月六個月的樣子 還說可以醫科罰金 這無理嘛 這三個月說 不可以醫科罰金 那會後的啦 某某院長要說過 發行是國民黨開的 法律是國民黨中的 法律是漫漫條 我都一條來調 這真的沒有天理 沒有土力啦 是 說一個台灣一個太鼻子的啦 那如果沒有人家說 你們家有一個戰敗 來這裡撐這個場面 台灣不知道要亂到怎樣 是 我告訴你們這裡 讓人家說正義之實啦 是 謝謝你們 我們大家共同來打招 好 邱先生 感謝 好 等一下回來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